再来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位于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大楼 6月29号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多人伤亡 6月30号 总台记者在进入证交所内部采访的时候了解到 证券交易大厅是此次袭击的目标 由于严密的安保措施 四名恐怖分子没能进入交易大厅 就全部被当场击毙 这里就是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交易员们正在正常的工作 事好没有恐袭之后的任何异常 就在昨天据说他们也是继续手上的工作 一分钟也没有停止 即使外面枪声大作 那么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股价还在上扬 我现在在10时 我听到10时2分钟 15分钟 现在市场上执行的市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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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100市场保持人物 一切都要改变 200电视频 我们是非常警察的 我们很危险 我们看到任何不外买 所以我们很快地反应 虽然有一个大陆影响 这个很大陆影响 在任何地方的运行 市场反应 我们看到 5%的价值下降,像1,000,超过1,000点 但是,优优优独播,当全都被控制了 在12分钟,你知道,市场运动了更加坏 昨天我们看到市场上升了242点 这就是一件很可恙的事 今天我们也看到市场上升了更加坏 6月30号,巴基斯坦总理英姆兰汉 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 这次恐怖袭击,印度无疑是幕后黑手 而此前,比鲁支解放军已经宣称实施了此次袭击 比鲁支解放军经常在巴基斯坦境内 对安全部队和平民实施恐怖袭击 巴基斯坦政府已于2006年宣布取缔这一组织